第十七届台湾同志大游行 26日下午在台北登场 今年适逢同性婚姻专法通过的 同婚元年 主办单位号召20万人走上街 各式打扮争奇肉艳 游行以同志后促逼为主题 这次正好也碰上大选年 同婚议题在正反意见持续分歧之下 政治人物表态也跟着转趋低调 除了时代力量之外 民主同行 民主同行 世代共赢 力推同婚的民进党 不见过去党内大阵仗 而是由副秘书长林非凡率队参加 同婚通过的这个理由 其实最根本的 是涉及到我们的核心价值 那追求每一个人都能够平等的 被对待被尊重 而每一个人都享有人生而平等 而被赋予的宪法上的权利 这是民进党的核心的价值 那所以我们完全不从这个选票上去 考量或看待这件事情 重申党中央挺人权 立场不变 而从辅导院也发文力挺 专案是死这五个月来 阿公阿嬷也没消息了 爸爸也是叫爸爸 妈妈也是叫妈妈 行政院长苏贞昌拍影片声援 总统蔡英文也发文 都提到原本生活不变 不能想见来自基层的反对压力有多大 还是会有压力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支持进步的价值 因为我觉得也是要有努力的过程 才有可能未来有成果 在响挺之余 也坦言对选情多少有影响 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回答也是小心谨慎 城市的大活动能不能稍微 不要太密集 能不能稍微分开一点 有时候还是看日子没办法 对同婚不正面答复 毕竟虽然同婚法案已经通过 但不代表所有人都可以完全接受 尤其保守势力 基层动员实力不容小觑 选前倒数时刻 政治人物都格外谨慎 环宇新闻林静廷张哲豪 台北报导 院团队